这个驻外的经验 其实我们看看 我们的驻外人员 确实在这个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呢 杨明我想是不是就是 谢长廷算是其中一位了 这个驻日的这个过去种种 其实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可以拿来好好说 不过在今天我们只讲这个 就是在日前其实才有台湾的这个船 不是被日本的公共船给扣住了吗 那么驻日代表谢长廷 他就怎么回应了 他说他很遗憾 在他快要现任的时候 有一艘台湾的渔船被日方逮捕了 然后那我就想说 那他是要讲说 对于日本方面他有什么意见了吗 那结果他是说 我的任期也快要到了 要讲一点得罪人的话 他就要得罪日本了吗 我在想 结果再往下听 是不该纵容少数的违规渔船 破坏台湾与大多数渔业界的利益 这次的状况是屡劝不听 据说还有挑衅的行为 所以日本才动手 所以听完了以后就听懂了 所以这到底是哪一种驻日呢 杨明 当然是帮助日本的驻日 不过我想谢长廷代表他 这个我们也不用太意外 因为整个国家 其实这一次的渔船事件 如果按照马政府时期 对钓鱼台主权的论述 是应该要用所谓的台日渔业协议的方式 去处理的 搞不好是可以要求他 这个人船全部放回来的 一些罚款都不用交 可是在现在的 从蔡政府到赖政府 对钓鱼台这个海域 基本上就说是日本的海域了 是直接放弃主权了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主张 这些所谓的渔船 很抱歉 这些渔民 你就自求多福吧 然后呢 我觉得自求多福就算了 现在还要谴责你渔民 喝一条性 说他不对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民进党的选择 因为对这个赖兴德 或说对这些官员来讲 日本政府的支持很重要 比渔民的支持更重要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 那我补充一下 我刚刚这个 所谓古力言讲的那一个小故事 赖兴德他二十几年前 其实因为最近刚好有一个 这个以前曾经当过 赖兴德助理的朋友 他就聊到说 赖兴德就是他在大概 第六第七届那个时候 当立委的那个时候 就是阿扁还在当总统 那个时代 曾经因为台南地方的事情 他想要到总统府 去面报总统 就是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什么重要的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就主动去跟总统府 争取要面见圣上 结果总统府回应是 总统另有要功不克这个接见 不见赖兴德 结果赖兴德回去办公室 抱怨就说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总统都不愿意见我 以后我自己当总统算了 这个小故事 那你也许 古力言当时都有听说 所以古力言当时是 AIT的政治组的 这个这个对啊 所以他在勤收 所以他知道赖兴德 有想选总统的 那现在会派古力言来 肯定是因为古力言是对赖兴德 有下功夫的 了解赖兴德的人 那所以我想美国这个 对台湾的掌握 绝对是非常的密切啦 那不像我们 我们的外交官都是听别人的 别人的外交官是来 看你在做什么的 是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很有接地气 这一号人物 你说古力言嘛 是啊 希望他能够这个给台湾 多一点鼓励 他是众议院议长强生 麦克强森 他现在呢 说二一朝 委内瑞拉 甚至古巴 都是以中国为领导的 轴心国家 每一天早上醒来都在想 如何打倒美国 所以呢 在接下来美国国会 要通过一系列 针对中国的立法措施 那我们就看 我请教一下波吉 其实你看 这位强生 他讲的 说他们每天早上醒来 都在想怎么样打倒美国 可是现在美国呢 美国的这高官 是不是每天早上醒着 都在想怎么样去扳倒中国呢 中国也想要问这个问题 对啊 其实强生议长 他这个 这句话就是可以照样照句 可以自由组合 比如说 这个以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 每天想着就是打倒国民党 我们可以照样照句 这个剧情可以用在 各式各样的方式 然后呢 他每天想着都要集结 他的彻翼名嘴网军 然后呢 这些这个附水组织 然后呢 要打倒国民党 所以 我是觉得 这种阴谋论大可不必 尤其他已经是一个 国会议长了 但是现在美国 当然他们有一个 所谓的反中的效应 当民主党反中的时候 共和党会更反中 他们变成是在一个 这个有点 这个反中的竞赛 毕竟现在就选举了嘛 对 因为当然这个跟民意有关 就是说美国整体来讲 对中国反感的比例是高的 是大概 我之前的 我记得今年的民调 大概是六成上下 所以当两党都要去争 这一群所谓的 反中的票源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 尤其是比较偏激的 政治人物 就会用这样的方式 讲到那个轴心国家 这是 这是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这种所谓 邪恶轴心国那种概念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包括俄罗斯 什么伊朗什么什么 你们这些国家 接下来是要集结成 一个邪恶的这个集团 这种概念 其实已经过时了 可是没想到美国 当然因为 我相信像强生他们一长 他们是属于这种 所谓冷战时期 开始从政的 他们脑海里面就是 存在的就是那样的架构 所以现在大家才说 你这是新冷战思维 没错 所以我说这样的思维 对美中关系没有好处 但比较有趣的是 我觉得是中国现在的 就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对美的态度 一直强调 我们不是敌人 反而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常讲 中国古代有一种太极 以柔克纲 我想也许 现在这个 对中国大陆来讲 跟美国的实质对抗 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好 闫老师 我进一步请教您 这现在的这个AIT 这个处长 是鼓励严先生 那我不知道 您对他有多少了解 那么他在就任以后 他说他非常的高兴 能够获得这个机会 然后他还提到说 20年前就预测赖清德 很可能当上台湾总统 那我们也看到呢 他拜会赖清德的 这个照片在这边 他是在今年7月8号抵台旅行 过去曾任美国的 驻日大使馆的公使 也曾经到过成都 也在日本冲绳 担任过总领事 他甚至还有驻飞的经验 那现在目前这个AIT的 新任的处长 那您认为他会采取 什么样的路线 那接下来当然呢 如果说川普要回国白宫的话 那会有所调整吗 老师 我想如果川普今天对他 不是很满意的话 也不可能这么快会换 因为新上手总要有一两年 就是让他做一下 所以你看第一个 他现在7月份 到明年的1月有半年了 那你知道通常要调整 国务卿什么各个部会 这种亚太助理国务卿 这些调整 大概也到暑假 所以他起码会做一年以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台湾 我想赖清德政府 应该会很开心 因为他又是我们的台湾女婿 所以这个台湾一定会觉得 我跟他有见过是在20年前 他还是政治组副组长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个亚洲的经历 是蛮多的 那最主要他是日本会日本的 所以他是在日本待了 那我觉得他在大陆的经验 没有像在过去 我们讲说这个Stanton 就是William Stanton 中文叫什么 我也想不介意 AIT的一个前任的处长 他是韩国的公使 然后到台湾 那现在下这个古力言是做过日本公使 到台湾 我觉得大概他们在亚洲的经验 都够完整 所以对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 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判断 会比较更接近这个事实 所以我希望如果他对台湾也熟悉 那如果他在担任处长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给一个比较 就是客观一点的一些评估 然后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让这个好像说 当然话讲得很好听 就是这个官场的话 说老早就预估 赖清德很有前途 可能会当上总统 那这个话我觉得讲讲听听 赖清德听了很开心 可是还是要 他可能还是会把美国的一些政策 会要求来更执行 毕竟我觉得孙小雅 还感觉上是比较会接地气 喜欢去逛一逛 到处跟台湾互动 那我不知道他的这个 未来的方向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